讲晚几分钟,我是老冯 今天老冯就想和大家回顾一下 救助中华英雄备受忽略的剧情 就是272期开始的中篇故事 《英雄好看篇》 在故事开始的时候 庞伯就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 话说是民国五年 即是公元1916年 袁世凯的契弟,秦帝计划完全失败 跟着连总统都没得干 然后死了 而末代皇帝普宜就被那帮军阀 软禁在北京的紫禁城里面 再跟着普宜就决定离开紫禁城 企图复辟他的满清皇朝 而普宜恕住的就是中国最后四个太监 而这四个太监 就是以武功高强的贾茨为首 贾茨轻而易举 他就将看管着普宜的士兵堆垂了 然后决定护送普宜去中国的东北 而事隔几期之后 一段很奇葩的剧情就发生了 华坚洪收到一个刚头仔的通知 说日本侵略了东三省 而隔了两页 还有很详细的描述 1931年的9月18日 日本的关东军派刺客炸毁了东北军阀 张作林乘搭的火车 然后明目张胆地进驻东三省 开始设立侵略中国的桥头堡 史称918事变 然后大家想想 普宜是1916年离开紫禁城 走到1931年的9月18日 普宜都还没去到东北 你们就没有听错 老冯也没有说错 又或者各位听完都会说 有没有搞错 但是老冯详细思考之后 就发现这件事是相当合理的 普宜就住了紫禁城十九几年 假设离开北京也十九几年 根本连东南西北都不懂得分 还要普宜这个皇帝仔 整世人都有些太监工女服侍他 出门口要带些什么 当然不能知道 所以他连紫禁心和地图都不记得带 至于那位 假设离在深山练了几十年功夫 亦都是一个吃惯甜筒的七六 所以他们就按按钩钩钩地离开了紫禁城 就成为了迷途的小羔羊 他们在北京附近当了十九几年 都没办法走到东三省 所以整件事并不是制作团队的错 根本就是普宜 和那个假设没能用 如果他们不是遇到华英雄的话 他们几丁有应该会走到二零四七 好,今集的港湾几分钟就到此为止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希望大家赞,追踪,分享,订阅,课金,看广告 好了,下集再和大家分享港湾的奇葩剧情